但有些时候必须夸张 比方说CUSO就要夸张 最近很多公司 这个尾牙就要登场了 像是这一家大陆手机代理公司的员工 就选择在尾牙前 去恶搞他们的大老板 恶搞的包括他的座椅桌子 你看他全部用红纸包起来 老板常用的计算机 电脑键盘硬件 通通包的一片红通通 虽然是CUSO 但是他们懂得老板的心 这个老板就喜欢看到红得喜洋洋 果然老板一开心开口了 接下来要送员工去北海盗玩 大红色纸裁了又贴 网友笔记本包起来 写上夹金名单 老板常用的计算机包起来 因为业绩要算不完 手机电话也包起来 订单电话要接不完 老板硬件也要包起来 因为合约书最好也是改不完 员工在开水桶上动土 老板宝座恶作剧 大陆手机的员工尾牙前夕大稿 老板座位CUSO 看得到的全都用红纸包透透 老板宝座一片红通通 就希望老板见红眼开 年终可以从原本两到三个月 加码到五个月 诶 这等一下 那是什么有照相机 大老板一进门吓得不轻 以为是真人节目搞到办公室来 不过员工们用心良苦有代价 老板松口年终绝对让大家满意 当着摄影机面 也跟他们说 如果今年啊 明年 今年再 应该讲 今年再拼一年 明年全公司120人 全部人去北海道 全都知道了 原公二作剧凹年终成功 还有录影孙正 明年终成功